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把快乐通过视频传递给你 拍抖音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 他们看到了我的笑容 我是刀刀 我的梦想是做一个演员 为了梦想我拼了 刚发布十六书了 第一集的时候不太认识我 但是拍完第二集的时候就去北京嘛 我们在逛街的时候碰到了 说这是新疆的道道 然后我那个时候觉得 哇 在北京要有认识的 感觉我真的哄了 那个时候特别开心 就是你拍的作品 别人看到 别人合影是另一个方面 而且这种不在新疆在外地 别人说我都知道你 很远的地方的人都知道我 那个感觉特别好 我第一个套路就是表情 丰富的表情 在我刷多音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到我蒙蔽的一个表情 这样的别人都记住我 第二个呢就是局部方面 就因为我们新疆是 好玩的东西多得很 新疆的哪个好玩的东西 抓住这个点 比如说我在刷多音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个好玩的根 然后我能不能把它 盖得再好玩一点 再本土画一点 喂 你好 那我问一下 从家到飞机场多久 挺久的吗 起码的多久 起码啊 起码倒挺快的你知道吧 挺快的起码 好谢谢啊 拍完第二集发现 好多评论都在说 哎 新疆怎么好玩 哎 新疆还有网吧呢 哎 新疆这样这样的 看到那个评论以后 哎 好 我们拍第三集 把新疆翻转出去 新疆我们去好玩的地方 比如说 特别漂亮的网吧 特别好玩的雪山 哪漂亮 去哪拍端子 哪里的一些网友 通过我们短视频了解新疆 因为他们也就几年前来过 或者很早十几年 二十年前来过 但是最近没来过 不知道新疆的发现 通过我们的视频 他们知道我们新疆的发现 网红这个概念是 每年都出一个好多网红 比如说今天这个人特别火 明天那个人特别火 然后这个人就亮掉了 还没拍这个端视频的时候 想过 我必须要成为一个 别人都认识我的 小梦想嘛 别人都认识我的那种 但是现在呢 现在不一样了 想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有价值的话 你无论怎么样 你不会亮掉的 因为你有价值 你输出的内容 就是有价值的内容 去年还有认为 我自己说真的网红 我开心的 但是这一年 我不认为自己是网红 我把网红这个身份 扔掉 我要做一个演员 但是天生的这个表演是 就只能占到40%到50% 不会占到100% 我就去学习好多东西 然后我2020年的梦想 第一个梦想 就我去学表演 我想把自己的普通话连好 我在天天天在连的呢 现在 然后以后 哪怕一年也可以 半年也可以 有系统化的那种 专业的去学 第二个呢 我拍两部网大 第三个呢 就等机会 拿个在很牛的导演 把我看上了 就跟他拍一个原先电影 这都不算什么 只要黑油 这都不算什么 只要黑油 这都不算的 我做一个 这样的